听东家说这一网水已经抽了快一个星期了 这边有水泵正在抽水下不去 所以咱们得赶紧转到前面去从前面下 听东家说里面有养了两年的驴 还有养了一年的驴 待会咱们看看这驴到底能长多大 哎嗨 东家现在已经往那边拉网赶驴了 链子差点跑碎了 好不容易是转过来了 这一块呢比较陡 可都在视频里看不太窜了 下面有多深的驴泥完全是不清楚 现在是小心翼翼的摸着石头过河 探了几下感觉可以下面是那种杀石的性质 但是下面的驴泥和水还是比较深 下不去 东家说里面有白莲花莲草驴驴驴 黑驴还有去海里捉的驴驴 咱也闹不清楚驴驴是海水的 为什么也能在淡水里养殖 今天的这个网是我见过最高级的网 只要一拽绳子 这个网就缩成了一团 注意看能亲们 里面的驴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都已经越过网跳过去了 不知道是水太多还是底不平的原因 感觉这一网拉上来十条得跑十一条 录在上面 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把驴装到筐里 然后放到挖斗里举高高 咱们先把这里掏一个筐冷 听说这体驴的价格不一样 得分级 所以咱们掏个筐冷 做个临时点 别让驴跑了 先把这些白连驴打包起来 听说这些白连驴往外开卖给贩子是一块钱一斤 我的妈这也太便宜了 这够油钱的吗 老亲们既然往外开是一块钱一斤 咱们是要五百斤驴还是要五百块 老亲们像这种白连驴在你们那边是多少钱一斤 幸亏咱们之前把挖斗瞧中了 不然这么高还真举不上去 哎 来用货了 大着差不多二十几斤有两年了 小的基本在两斤左右是今年放的 不知道这些驴长得快慢 希望有养驴经验这方面老且给分析一下 没一米啊正好一米啊 一米啊呀 小块 其实今天的气温很低 看着我是夜血飞铜 也想脱了鞋下去捉驴 我呢只能站在旁边拉屎转拳头 跟着使按劲 你从什么 然后你刷多少钱就多少钱了 我这样子干嘛是老了 拿去把老了 我这边都是从事整打电话 不是说 这边去了 怎么才拿了三块呢 你快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zeros 大货基本上从底下都流走了 说是迟那是快第二网又过去了 咱们在看一下这一网怎么样 哈喽家伙这一网也不怎么样 还是搂十桥跑十一桥 这是啥原因呀 不是从灯上跳过去 就是从底下跑了 关键是这网还拽不动 给这帮老汉累坏了 刚才又下去用电过了两桥这么大的 今晚咱们先把这条带回去咕嘟咕嘟 时间不早了 今天咱们就先这样了 看看明天能不能说到大货 喜欢视频的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 谢谢朋友们